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影片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很簡易的空氣旅行器 好 我們這次需要用到什麼呢 一個USB的電扇 三個黑色橡皮擦 還有一個指頭 或是紙皺的鼻桶 或是任何材質都可以 只要是那個形狀都可以 加上一條橡皮筋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囉 喔 忘了 還有一張衛生紙 那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我們來醬醬剝手 首先呢 你需要拿起這個紙筒 然後呢 這是一張衛生紙對不對 然後把它套在上面 稍微給它凹進去一點 就是之前之後那個空氣瓶器的集成的地方 把衛生集中在這裡面 對 它是很簡易版的 所以不要在底下嗆我 拜託 然後你就要用橡皮筋把它弄起來 但是呢 你要試幾次 這樣它中間是凹陷狀的 應該就是可以的 然後現在把它綁起來 我覺得這樣綁好之後呢 它基本上就是已經接近完成狀態 先把電源線拿出來在這裡 你們看到嗎 然後放大一點好了 我們現在主角在那個電源線上面 然後你需要拿起你的USB的電扇 然後 貼上去 然後 貼上去 然後 貼上去 然後 現在在啟動了嗎 其實真的你需要拿起這個東西 然後拿起這塊 這塊廁所三塊橡皮擦就真的很重要了喔 把它墊在下面 三塊或四塊都可以啦 只要橡皮擦就好了 橡皮擦可以避震 所以那運轉所以就不會 紅紅紅紅的聲音出來 應該是這樣齁 好 基本上你把它放下去就完成了 然後再按開機它就可以用 你知道 哎呀 但是上面最好笑 要有一個很重的東西壓住它 不然它會 你知道這時候有時候共振 它就會飄來飄去的 就會 反 所以呢 我拿一個水壺把壓在上面 注意重心 看底下的橡皮擦在位置的調整它 幹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就像這樣子嘛 然後呢 我們現在已經借了電子 都充電了 好 三 二 一 開第一集的 低速的風量 這是第二集的風量 這是第三集的風量 這是第三集的風量 這是這樣就是這樣子 它就會一直蒐集 蒐集灰塵 總之就是這樣啦 就這樣子一直蒐集灰塵 開啟 欸等一下喔 一集 兩集 三集 它這樣就會一直跑了 好 它現在這樣 我可以讓你們聽聽那個聲音嗎 快一小心破音 喔 我覺得很奇怪的東西 好吧喔 然後我現在把麥克風接上去 OK 我現在把麥克風 給它 給它 給它怎樣 整個感覺就是現在它寫的聲音 麥克風在這裡 聽得到喔 好 總之就是這一集的 超簡易DI1 三分鐘 四五分鐘就可以 做完這個項目了 好 就是這樣啦 好 記得訂閱 分享 然後點讚好不好 掰掰